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舞步要停歇 这柯文哲版的三天三夜 在大巨蛋对面开场 想必绝对不会造成地震 三天三夜 警官在危险 啦啦啦啦啦 惊奇调白 三首组曲搭配舞步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首度开歌唱 用静歌热舞炒热现场气氛 努力地达到大家的期望 我其实比较意外 你唱三天三夜 缓张会每一个公道了 但一开场 柯文哲先穿着衣尸袍 唱他的主打歌《穹鸟》 一连串歌曲后 柯文哲跟大家谈心 也感谢老婆的付出跟支持 让陈佩琪忍不住室内 演唱会也请来网红馆长当嘉宾 两人互相打气 你的委屈我这两天懂 这两三天馆长被 只要是事实我们就不怕 大家来检视 那时间过久大家知道谁对谁错 没有公神啦 老师说公神 我们都针对议题在聊的 我们没有针对性别啦 屋指馆长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送花南 一群人走得远来祝贺 另外日本东京电视台跟新加坡媒体 也都来采访还有观众从彰化来抢头箱 希望他能够当选 然后这张票就有价值喔 尽管柯文哲还称不上是被政治耽误的唱跳歌手 但娱乐效果已经十足 TVBS新闻华少平高本力 礼品SN小组台北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模拟选票上签下大迷 替北斗政长候选人无党籍严宏林北书 郭董最爱的握手环节当然也少不了吧 严宏林的手牵起来赞虾 还一起到当地捞字号的面包店品尝美食 一旁彰化现议长谢连林也不忘记者拉人选边站 郭董笑得开心再握一次手 严宏林蔡农子弟出身三度拼选北斗政长 不只有郭董站台 这次又有多位当机政代表和里长表态支持 被外界视为最强的北斗政长候选人 连柯P老早就表态相听 8月5号北斗政长普选 向大家推荐一位优质的候选人严宏林 在郭董之前 柯P就帮严宏林拍过推荐影片 当事人赶紧急转弯 谁也不得罪 只要郭敬才对报道的一个贡献 我依到报道的代言人 来表达三万三千几个的期待 毕竟不止柯P民众党最欠缺地方支持 郭董也很需要 帮忙站台前 郭董就先到北斗滇安宫拜庙 张华县议长谢连林也紧跟在旁 不过27号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金杰 才因为同框郭董 被党中央以违反党籍严重口头警告 同为国民党的谢点灵 完全没在怕 因为我不是候选人 所以我没有在担心这个事情 挺民意啊 套一句郭董最常讲的话 民意大于党义 看来两人谈到要挺谁选总统 这时候都觉得民意很重要 不过北斗政长补选将在8月5号登场 29号早上郭董先来 当天下午换民进党 30号再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地方这块饼各党都想分 饼美宁和民众争论弹药库去留 但这你逃打 还有请中共照顾基隆人等等惊人言论 基隆市党部表示 会是情节轻重进行党纪处分 坚持自己立场 但晚间吕美宁就先在通讯软体上表明 已见过主委表达退党诚意 地方已受理将一规定送中央党部 但他后续记者会取消外 更传出要加入民众党 吕美宁要加入民众党 剩下的题目下一次再来 党主席没回应 倒是前秘书长先开枪 认为争议人物若入党 还代表选立委会让民众党受伤害 因素素表明立场 虽然为讨打说已道歉 但吕美林仍强调自己是为了市民发声 不过网友不买单狂酸 地图上服务处名称还被改为滚居中国总部 脸书道歉文限制留言 有回应的大多都相挺 但人挡不住被洗了一堆怒 几天前洪友宜坐镇指挥新北灾害应变中心 皮泰全血脸上 讲话还听得出来有鼻音 这时的他身体以为一样 原来是感冒了 市政选战两头烧 假日原本要到台南跑行程 为了顾身体只好先取消养病 替下周出访日本做些准备 此趟日本行会拜会前首相麻生太郎 国会议员接受媒体专访等等 还会去东京的妈祖庙 董事长詹德勋将会亲自迎接 而他还是信赖只有会的顾问 我们在国外 我们是任何一位候选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支持 一个月前 柯文哲到日本也曾拜访过他 把妆意味很浓厚 此次侯出访同样会到这拼人气 只是一面忙冲刺 还得防有人被刺 王金平更多次喊话 说和郭董是兄弟 但劝他这些事得由党来扛 好像还没有看到朱主席 有积极的对外的行动 还没有看到 那么希望他有了整套的一个 这个浮显的一个计划 然后加以迅速的推动 呼吁党别放声喉 而金小刀砍自家人 党内弥漫肃杀气氛 王金平希望他能温柔点 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 可以事先比较温和式的 来劝告一下 那如果说 再没有改善的话 那可以再进一步的处理 熟悉的王室风格最对位 不过恐怕很难对 小刀的胃 第一位秀 你们会中还去台北什么的 这算是以行动力挺立委 郭国文将日本比喻成 我们的都拉A梦吗 副总统赖清德 抢供亲子票 直接坐下来听家长心声 只是这头轻松 赖清德爱将 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蒋洁安 台大论文被认定抄袭 被撤销学位 而赖清德曾汉要处理学伦问题 民进党对学伦的高标准不会改变 所以蒋洁安 既然台大已经做成决定 他的论文抄袭 不仅仅已经接受 而且他也已经递出资程 我已经批准 这是民进党的标准 火速止血就怕成了往后未爆弹 但蒋洁安可是自己咬出案外案 指前下属薛云峰 不只工作状况不佳 趁他论文口是即将借其的急迫性 强迫接受薛云峰好意带饼 还声称要放弃学位 而薛云峰反控是蒋洁安 一开始请他协助论文 后来变成胁迫要求他 在三个月内完成 以及职场霸凌 薛云峰也喊话 中央大学调查蒋洁安的论文 在致电蒋洁安截稿前 无回应 薛云案让民进党受回选战 摔了一大交 这把货恐怕连赖主席也没想过 怎么烧不尽 TVBS新闻不可以做还太报道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